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养成小不孝的原因有四种 第一种是娇虫 做人父母的人过度疼惜宠爱小孩 经常顺着小孩的请求跟需要 他的个性顺着他 现在的父母大概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报导 大陆有一位一个父母很有意思 他大概是到美国去留学 他就带着这个小孩也在美国生活 他就把小孩子就弄到那个冰天雪地里面 让他自己去那边混斗 然后父亲就跟他李大概保持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 训练他 那小孩子冷得不得了一直求饶 他爸爸就是不答应他 让他跟这个艰苦的烦尽混斗 在冰天雪地里面 他自己怎么去 懂得去阔悟那个寒冷 有人看了就开始骂了 骂着这个父亲没有人性 那我在看到北京还是哪里 这有一个父亲也蛮有意思的 他在那个车水马龙里面 就逼着他那个大概是两三岁的小孩去卖报纸 我们台湾是有很多人在路口卖一两花的 这小孩子跟着妈妈在卖一两花的 也有啊 你注意看 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入赛以灵之下培养出来 那个小孩子他特别有任性 特别能够出苦 所以那个北京那个父亲 逼着那个小孩去三四岁去卖报纸 后来记者又好问他 就是有时候过度的疼喜 变成溺爱 真的是不好 不好 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 驰驰骑走 驰骑不好 这是台湾话 这欢成国语就是 因为台湾以前乡下养猪嘛 那养猪他 那个猪兽跟那个 像讲给城市的小朋友听 他们都听不懂 因为他们没见过 但是我见过啊 我们以前有烧大灶啊 那他就是他用砖块 砌起来的那个灶啊 或者是用那个泥土把它照起来 然后中间有个洞就是烧柴火 那中间有个大顶 就是那个顶子比较大一点 就在妈妈在上面 煮菜啦炒菜啦 不像现在都用瓦斯啊 所以我们乡下以前有这种大灶啊 那以前的房子呢 那个猪寿就在灶的旁边啊 那个猪呢 把他养以后就宠他嘛 就把他小猪就把他晃出来啊 晃出来以后 他就会在旁边晃来晃去走动啊 然后那个猪啊 闲得无聊要磨牙齿啊 就自己把那个灶的那个地方 把它弄坏掉了 这叫养猪呢 坏灶 这是坏就破坏啊 这台湾话叫 乞地与走 乞儿子不好 那小孩子呢 这个 这个 把他捅坏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不孝啊 我上次讲那个灵口出书命案 把父母亲都杀死五十几刀那个命案 他那个儿子啊 从大学里面呢 就买百万的跑车给他开啊 后来变成不孝子 因为父亲给他责备 父亲 他母亲是第二任的太太嘛 他父亲常常责备他嘛 因为他常常要钱嘛 到学校去当老大嘛 后来就带了他朋友啊 到他家去住啊 就把父母亲杀死了 这里讲的 你经常顺着 适应小孩子的个性 你突然不顺他的意思 他就受不了了 你给他十块钱 下次给他一块钱 他就给你闲啊 好 你突然不顺他的意愿 情况他就受不了了 他不能忍受了 就是常顺势他性质 坐而伏之走便不堪 这个意思啊 现在小孩子大概都这样 你买玩具 吃零食 看电视 打电脑游戏机 你突然就把它关掉 他就生气了 你有第一次买玩具 你再买第二次 你不买他就生气了 那一般父母亲都顺了 那就变成什么 这里讲的就宠坏了 这里讲的这个娇宠 大陆很多这种小皇帝小公主 台湾也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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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也有啊